四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记》 公也长篇第27章 子曰 以以乎 无未见能见其过 耳内自诵则也 子曰 以以乎 无未见能见其过 耳内自诵则也 以以乎 就是说算了吧 台湾话说 没法度 台语讲没办法 讲无法度 这是我们写如老人 也很幽默 用台语讲无法度 就是没法度 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国语讲 就算了吧 这个意思 以以乎 这个孔子讲以以乎 孔子说 平常人都是看见别人的过错 很少见到自己的过错 就算看见也没用 内心不能自受 自己打官司 批判自己 光是知道过错也不行 那么写如老人 这个给我们讲 依照这一张书 孔子讲的话 也是事实 我们很多人也知道自己有错 但是知道错也没有用 因为不改 不改知道也没有用 也不行 所以这个孔子讲啊 他没见过 那个 见其过耳内自送者 也没有看到啊 有看到自己的过 自己啊 自送 自己 给自己打官司 批判自己 也就是说 知道 自己的过错 但是 不能改 所以平常人都是看别人的过错 那么看别人过错啊 会去批判啊 会批评 但是不会批评自己 我未见能自己 见自己的过错 懂得省察 而且要自己跟自己打官司 扮得对 还是扮不对的人 可参考 松阳讲义 诸子以类 问臣子曰 罪己 责工不可无 然 亦不当长留在心胸为悔 今有邪者幸而知自送 心胸知悔 又若何而能不留也 曰 改之便无悔 那么这个是宋朝大辱诸子 那么问承子 责备自己的过错不可没有 但是也不可以常常留在自己心里 现在的学者啊 有幸啊 知道啊 自己错 自己自送 自己给自己批判 那么心胸 当这个悔 悔过这个悔 又若何而能不留也 但是这个又怎么能让他不留在心里呢 曰改之便无悔 改过 那就没有悔了 静坐常识己过 悔之是随烦恼之一 纵使悔是善也是不空 要不失善不失恶 所以悔对于学佛有爱 有障碍 不是真空 忏悔这个悔 那我们常常讲啊 忏悔忏悔 那如果说我们常常想 我们过去造的恶业 那实在讲啊 想一次又造一次 想两次又造两次 一直啊 后悔自己过去啊 这个这个这个 造的恶业 这个也是有障碍 不是真空 净土之外啊 其他宗都讲究无念 罪若起时将心忏 那这个是根本的忏悔了 三十信念讲啊 一切罪跟皆忏悔了 那么这个就是将心忏悔了 那心空了 那罪也就没有了 那罪从哪里生起来呢 从心呢 那么心要空 罪就不存在了 那心不空啊 那个罪永远存在 禅宗苦于不能空 所以才念摩赫波勒波罗蜜 禅话头 这个禅啊 要讲空 无念 所以禅宗苦于不能空 所以一切啊 都要空 净土中知道众生不能无念 所以教人有念 以有念往生 那么这是净土中跟禅宗修学的方法不一样 那我们凡夫啊 做到无念很难 那么净土啊 它一个方便 就是你要念其他的 换成念阿弥陀佛 比如说你一直后悔 过去有做了什么错事啊 这个念头起来了 那这个赶快给他换成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转换成阿弥陀佛 那这个就比禅宗要方便了 所以教人有念 有念就是 你要有念佛这个念头 其他人念头起来 把它换成阿弥陀佛这个念头 比如说想到 哎呀过去啊 做了对不起什么人的事情啊 对不起父母啦 对不起朋友啦 对不起同修啦 对不起家人啦 那么这些造了一些错事 或者 杀到淫忘啦 这些罪业 那么这个念头一起来啊 就是障碍啦 就是障碍啦 那么要赶快给他换成阿弥陀佛 这样啊就对啦 这样啊就叫有念 以有念往生 这样就能往生西方啦 这是禅跟静宗用的方法不同 禅宗他是什么念都不能有 所以这里是讲悔 我们敬老和尚也常讲啊 不要一直想过去的罪过 想一次又造一次 那么你要想那个造罪业的事情 不如把他换成想阿弥陀佛嘛 这样啊就对啦 诸子所问是懂局的人 诚子所答就是佛法 悔的不定心所意识 也很有道理 那么诸子他问诚子啊 他是懂得佛法的人啦 懂局啦 那么诚子所答呢 也是以佛法来回答 悔的不定心所 这个是随烦恼 这个悔后悔这个悔啊 是随烦恼 随烦恼 是属于不定心所 他的意思是不定心所 悔加一个忏 就是忏就是忏除 所以忏悔跟后悔 那意思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要忏悔 那不是后悔 那一直后悔 一直悔也没有用啊 只是增加罪业而已 造成了障碍 诚子曾说佛法更尽离 却不可信 成诸不是说佛法是异端害事吗 为什么这里要说佛邪 所以人讲话不可矛盾 那么这个是 写如老人给我们点出来了 这个宋儒啊 成诸邪了佛 邪了佛又去批评佛法是异端害事 但是啊 读这个卢书 有很多地方啊 他们都用佛法的道理来讲 那既然不可信 那为什么还要用佛法的道理来讲呢 所以写如老人讲啊 人讲话呢不可以矛盾 这是指出啊 宋朝大陆 臣子诸子 他们矛盾的地方 学了佛 讲佛学 又要去批评佛法 又说这个佛法讲的更有道理 但是不可以相信 那这个话就是很矛盾的话啦 这个写如老人给我们点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所误导 好那么 这个公也长篇第27章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贵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